Hello,大家好,我是小曼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的曼聊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最新重制的151话,赝品 没错,这是继重制的150话后的内容 150话主要内容是 其余偶遇大蛇,被大蛇带入地底 向我们揭示了地底的秘密,蛇民的存在 而大蛇最后则被其余的一招撕碎枪了结 沦为了神明的祭品 与此同时,某些东西也在悄然改变 在一个尸痕遍野的地下通道 顺着沁露墙壁的仙席偶下 诺埃斯因被假面暴淘后 已懒死绝,正经悄悄地躺着 只听得到血液滴滴答答地流向诺埃斯 但谁也没想到 他竟然如丧尸一般一奇怪的姿势做了起来 没错,他复活了 捡,捡回一条命 看着从墙角渗入了鲜血 诺埃斯陷入了沉思 伸手却能倒是怪人的血更是暴怒 可恶的英雄们 我要用地狱般的惩罚 从你们身上挤出同样多的血 首先是假面甜心 畜生 我好歹也是怪人公主 居然像我投来那样轻蔑的目光 再加上 那么用力把我弄得一塌糊涂 哼哼哼 作为努埃斯的自尊心受到重创 给我等着,假面甜心 我会让你吃不了兜子走 嗯,话说回来 那家伙竟然是伪装类型的 哼哼哼哼哼哼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可是英雄协会的一大丑闻啊 好好利用这个把柄的话 可以处于优势也说不定啊 就这么定了 值得纪念的第一千名恋爱奴隶 就是你哦 假面甜心 这么想着 努埃斯走向了某处 打开了他的快乐门 不管用什么手段 都要把你变成我的东西 轮到你们出场了 只见他的面前都是些被他驯服的努力 而一见到努埃斯是各种奇怪要求 有请求惩罚的 有请求鞭挞的 也有请求爱的暴打的 去 真丢人 只剩下这种货色了吗 后悔让这里的原住民自相残杀了 要是当时留下几只就好了 那 算了 用这些肉盾就能交换到甜心假面的话 还是很划算的 给我快点跑 找到了 大蛇 难道被干掉了 到底是谁 这个声音是 内部还挺宽敞 从这里开始还是分头行动比较好 Key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回想起分开时的场景 Key是觉得非常无语 咱们不是火锅组吗 而且按照常理考虑 四个人分成两组的话 没错应该两个人吧 为什么我会变成单独行动啊 嘿 算了 要冷啊 在那些值得信赖的英雄们 将敌人扫除感情之前 并做呼吸 让自己的存在感笑声匿迹 哦 没错 我是云彩 不行不行 形容得太过高尚 无法带入感情 我是不会被注意到的 不会乐视生非 不会动的微生物 然后当她想鲁飞飞一想完后 睁开眼看到的 却是大肿眼的分身 而同样吓一跳的还有大肿眼 Key Key 哇 这什么鬼东西 条件反射 Key是扭头就跑 然后下一瞬间 他竟然消失了 看到大肿眼眼眸了 人哪去了 嗯 原来Key是彩空 掉到了下一城了 不过大肿眼的分身 还在思速寻望 Key到底跑哪去了 但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出现在了他人身后 没错 来人正是秃头披风虾 鲁飞虫 被打倒了 该死的King 什么时候唠叨背后的 终于回到原来的楼层了 Key真不知道这家伙的父母是怎么教育的 King 是个狠角色 居然连哪个大蛇都输了吗 听到大肿眼的喃喃自语 龙卷对King有多了分好感 真不愧是你啊 King 还挺尽职尽责的 随后单手一指指大肿眼 但大肿眼依旧曾经在大蛇之势中不能自拔 居然把我的大蛇给 现在不是担心蝶人的时候吧 时食物者为俊杰 大肿眼立马换了态度 知道了 我输了 我愣输了 请你劳劳我吧 但龙卷并不吃这套 只见他手指一驱 要道歉的话 亲本人直接出来亲口道歉 如此傲娇 大肿眼也怒了 嗯 混蛋 至少也要拉你陪葬 随后分出无数只眼睛 一招地包天心拱向了龙卷 这次直接命中了 哇哈哈哈哈 那种高雅又亲切的超能力使用方法 到底是从谁那里学来的呢 只见龙卷胸有成竹般的 将他的本体从大肿眼的体内扯了出来 你是吹雪的朋友吧 与此同时另一边 吹雪打了一个寒颤 怎么了 突然停下来 姐姐他 我感觉到了龙卷就在附近战斗 对手不容小觑 哪个人很少使出全力 看他说的如此认真 邦谷之想着 希望对手不是恶狼 看来这个魔窟远超我们的想象 你们也打起精神来 伤有不胜的话 可是会送命的 OK King不要紧吧 他的话没问题的吧 就连对英雄界不熟悉的我 也听说过生物界最强King的大名 虽然不知道怪人们会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攻击过来 但那可是时刻保持警戒的King 绝不会给他们可乘之机的 然后现下他们口中的King正一波钢瓶一波又奇 King 哎 冷静小孩偏偏来找上了我 见King停了下来 我刚把收起诡异的笑容 哇哇哇的哭了起来 我好害怕 我一个人在逃来逃去的 其实那个方向有怪人在追过来 把他们干掉吧 有King在的话就可以放心了吧 可以依靠你吧 背着我逃到粗口去吧 见小孩呢看到希望一样的表情 King只觉得羞愧难当 不 那个 那有点 嗯 虽然没有明白King的意思 但瓦干妈却早已信匆匆地跑向了他 我最喜欢King了 让我抱抱 然后某个声音让他停住了步伐 这个声音 帝王隐情 为什么进入战斗姿态 你快看清楚 我只是个孩子 那个 你还是放弃找我比较好 如果要接近的话 比起我还是选择其他英雄比较明智 就算你再怎么傻娇 做不到的事就是做不到 找我的话 用任何期待都是没用的 反而会让你陷入绝望 哦 一眼就被识破了 本大人的变身应该是完美的才对 糟了 太过于接近了 要被干掉了 好 好 好可怕 糟糕 呼吸太过急促 变身要撑不住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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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持平衡 幻化成型的骨骼 刺中了我的腰汗 随后 并且我干嘛成了一滩烂泥 哎 这 这是什么 好可怕 请律师快来救救我吧 而此时另一边 吹雪一行人也转角遇到了爱 是你 以上就是重置的150话的全部内容啦 这话主要改了两个地方 第一是增加了努埃斯复活的情节 我觉得是为了体现生命的一种能力 之后肯定会有作用 比如之后赛克斯和大蛇结合的剧情不更改的话 那大蛇都死了 从哪来呢 可不得再赋予它新的生命嘛 还有增加了吹雪他们打轨迹的内容 纵观所有英雄在打轨迹之前 他们都会经历打轨迹的阶段 而吹雪和邦谷等人是直接碰上了龙极波齐 所以可能是春庭老师为了让剧情更加的统一对称吧 同时也是为了让吹雪找回场子 毕竟之前可是差点被努埃斯控制 姐姐的出场让两人之间的战斗被无疾而终了 第二就是替换了原本的黑光拿来假人头的情节 原本大种眼是看到奇遇本人的 然后龙卷听到大种眼称呼他为秃头 以为是黑光杀了大蛇 现在直接改为了大种眼分身没有看到奇遇 让大种眼误认为了是King杀了大蛇 所以自己又被King杀了 来体现King在塞克斯心中的强大 这部分我觉得改的挺好的 为时候为何King一人赠助大家 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做了更细致的补充 包括之后King放了炼狱无双爆了波动炮之后 逃跑都没有人敢追 估计是因为有了这次的心理阴影怕被偷袭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可以的话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哦 谢谢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